各位評判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項院第二中學的YY2AI Pioneer團隊 我是黃潤軒 我是張小軒 我們這次參考的作品就叫做人工智能垃圾分類回收箱 目的是方便一些拿著很多需要回收物品的人自動打開角 或者幫助一些不懂得分辨類別的市民打開正確的角 避免將廢物放進去錯誤的回收箱 造成回收公司的不變 而且還可以避免使用者直接用手觸碰到回收箱裡面的蓋 這個是我們原型的實際操作方法 拿起代表旅館的卡紙放在鏡頭面前 當鏡頭識別到圖中的物件是屬於金屬的回收類別時 黃色回收箱的蓋會自動打開 這樣就可以將物件放在裡面 再按按鈕 每個都會關上 我們再試一下不同的物品 有同樣是金屬的夾 廢紙類的紙袋 絲碗 還有報紙 還有報紙 塑膠類的三架 最後是膠筒 這個就是我們的圓形設計的操作方法 雖然已經可以準確識別到一些物品 但還有很多地方 包括人工智能模型分裂 還有程式設計方面 都需要我們繼續完善和開發 那我們繼續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